财华家的小儿子大结局终于来了 陈道俊在车祸中丧命 而前世的他却被人救活了两世为人 杀害他的凶手究竟是谁 为了搞清楚 他先是找到了前世的合作伙伴 也就是奇迹公司的合伙人老吴 他说服老吴重组岛俊 在顺阳集团的股份 并对财阀下的幕后黑手展开报复 随后老吴找到了道俊的母亲 表示自己要替顺阳找个新主人 现在是时候 利用宁手里道俊留下的顺阳误产的3%的股份 可表决权利 而母亲表示为了道俊愿意付出一切 随后老吴带咸鱼回到了如今的奇迹公司 看到道俊的办公室 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这熟悉的场景 一时间让他看不清是黄粱一梦 还是重生了 还没来得及想这些 老吴和咸鱼马不停蹄地制定了 争夺顺阳集团的作战布局 首先两人决定 动员拥有顺阳家小股份的这一部分股民 因为顺阳家拒绝缴纳继承税 致使股价下跌 影响股民赔钱 老吴作为小股民代表 要求顺阳必须负法律责任 并且放弃经营权 而得知消息的新剧瞬间暴跳如雷 他知道老吴的手段有多可怕 可财务部长却告诉他 这些都是小股民翻不起什么大浪 给点钱就能解决 随后咸鱼就收到消息 小股东都被金钱收买了 老吴露出得逞的表情 称这只是抛出一个鱼饵而已 真正的大鱼还在后面 原来老吴这么做 就是为了引出秘密资金 随后敏英就发现 有人在大量买入顺阳的股份 金额高达七千亿 助理提醒 敏英这个买入的人 正是大嫂家的表弟 这时敏英想起了贤语曾经说过 有人想洗白七千亿 才将他杀害的 看来这钱是要浮出水面了 随后敏英找到姑姑 表明自己准备 让陈兴俊从非法继承 变成确认判刑 而姑父也表示会全力帮忙 自从道俊去世后 姑父也变得更加痛恨顺阳 敏英希望姑父可以促成 针对顺阳非法继承的疑点 举办的听证会 姑父问为何要这么做 敏英表示 不希望和道俊出车祸时候一样 由于外部压力最后不了了之 她希望 这次可以站在全国民众面前公开审判 而得知消息的家族众人 都对新俊冷嘲热讽 希望他能够信任副会长 包出经营权 并搬出来二十年前道俊去世之谜 众人都认定是新俊所为 新俊更是气愤地找到父亲 说道俊的死并不是自己所为 老父亲拿出车祸现场 发现了他的名片 并因此让新俊好好地听话 以后家族经营的事情 就交给爸爸来负责 贤名更是让新俊别去参加听证会 看着妻子也不信任自己的样子 新俊果断同意参加 没过多久 听证会如期举行 贤宇作为证人出席 直接说出了秘密资金 是新俊让他去找的 事后又被杀人灭口 新俊矢口否认 并表示自己不清楚秘密资金的事 随后其他证人也因为个人理由 无法出席作证 很显然是被新俊收买了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 道俊的父亲带来了一个证人 他就是20年前道锦车祸事件的目击者 也是唯一的幸存者和司机 他指出事发当天并非简单车祸 而是一场蓄意谋杀 台下一片哗然 当检察官继续问到凶手是谁的时候 小和突然走到了咸鱼的面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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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